随着防疫措施逐步放宽 本地旅游景点周末迎来了不少人潮 一些景点正着手为来临星期四调高客容量到50%做准备 包括陆续开放适合五个人一组玩乐的设施 让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访客预定 记者李正义报道 位于圣淘沙的新加坡杜沙夫人蜡像馆 过去一周访客量翻倍 访客不论有没有接种疫苗都获准进入 但最多五人一组 为了吸引更多访客前来 蜡像馆进气增设了寒流区 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个韩国演员朴海镇的蜡像 尤其受到欢迎 许多人都是冲着他而来的 访客前来的时候不能够触碰这些蜡像 业者也鼓励大家在购票的时候采用免接触的方式 尽量保障大家安全 知心馆星期五则重开了激光枪战和密室逃脱设施 馆内电影院也允许更多人看戏 从50人增加到大约280人 不过只有完成两剂疫苗接种至少14天的访客 才能进入这三个游乐设施 主要是因为这些设施属于密闭空间 而电影院内可以用餐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查询访客的合力追踪应用程序 或接种疫苗证书 至于12岁以下的孩童 他们可以与家长一起进入这些设施 但家长也必须完成第二剂疫苗注射 还没完成疫苗接种的人 则可以参加室内和户外导览活动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曾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